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i n o的美雲 二女元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 我的侏羅技世界遊戲啦 今天這一集呢 老頭呢要沿著上一集的 第七二哦 哎來給他進行混種 哎這只呢老頭哦沒有混過 這次呢就來給他混看看 給他混下去哦 那麼我在想哦 要不然先看一下灌龍的生物姿勢啊 哎因為我忘記為什麼 他有40級了 我哪時候給他升到40級 我自己都忘記了 呃我先把他弄出來好了 哎 什麼 哦嚇我一跳哦 我想說我的灌龍怎麼等級變回來了 這好可愛哦 他還沒有升到最高階的時候好可愛哦 啊最高階是怎樣 這這跟我之前DC Discord上面放的那個貼圖是一樣的嗎 我記得那時候我把他弄出來之後 我發覺他超醜 哎就有點像土頭 然後就把他當做 那個大頭貼的截圖 我那時候放了一陣子 笑死了 好啦反正呢 待會呢 我們應該先來看一下生物知識哦 看完之後呢 我們直接進行超級混種好不好 哎就先來個 生物知識一下 呃你知道灌龍的學名就是直接從文音異的嗎 他的全名是五彩灌龍 意思是五種顏色有頭罐的龍 灌龍的學名來自其骨頭上的頭罐這個啦 以及最初發現化石的五彩彎二弟 五彩彎二弟 下麵畫哥 呃灌龍身高3.3英尺 全長只比10英尺短一點 哦哦 你知道灌龍生存的年代比暴龍早了9200萬年嗎 這也太早了吧 9200萬年 好早哦 哇塞 然後暴龍是居然 後面才出現的哦 他與其他暴龍科 暴龍總科的成員不同 手上有三根手指頭 看一下 哎真的哎 暴龍是兩根嗎 哇這個居然有三根哎 好特別哦 這個骨灰級 骨灰級生物了吧 這個傢伙 ok 好的 那兩隻都出來了 我們直接給他來一個超級混種哦 哎 不是啊 超級 稀有混種 差一個字差很多 哦 然後忘記把這弄掉了 超級稀有混種 把它賣掉 ok 賣3000多也是可以的 好不好 ok 準備了哈 啊 順便跟各位講哦 這一隻的超級稀有混種呢 要價一隻888800多的樣子吧 那我之前抽卡 抽那個卡包的時候呢 哦 我已經有了四隻了哦 哎所以說接下來我只要花三隻的錢就可以了 哎 因為待會混種混出來之後會免費送一隻嗎 好不好 那這樣應該是夠了 37,000 8324 可以啦 大概25萬左右 哎 不是啊 呃 25,000左右了 25萬要嚇死誰啊 好不好 來 直接混下去了 好 那個臉長的奇怪 哦 他這個特徵跑出來 這個頭冠特徵 鱷魚的嘴巴 啊 啊這樣子 可以啦 我們直接把他升到世界 不過這隻也是啊 就是花瓶來著了 目前沒有辦法打了 應該不是目前 以後都沒有辦法打了 這個叫聲根本就是迅猛龍的叫聲吧 你在那邊 啊 耶 結束了 好笑 看一下 遜猛龍的那個 外型 嘿嘿 他的尾巴 這個有點有點牽強 那遜猛龍的皮 遜猛龍的身形跟叫聲 套上鱷魚的皮 有沒有那種感覺 啊 近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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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一下 我怎麼口吃啊 我 有沒有看到 哎呦 挺特別的吧 OK 我們直接 一隻一隻把他弄出來 往前衝 跳 跳到裡面 對 這跟迅猛龍一模一樣 這個是 同一個模組的 只要是 雌龍類型的 雌龍科的哦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差不多都是那樣啊 好 OK 第二階段 他有 原本的 白色變成藍色了 簡稱白藍 好白爛 呵呵呵呵呵 那第二階 這隻的第四階 我好像沒看過那樣子吧 沒有認真看過 如果是以敵人的姿態出現的話 我是真的沒認真看過啦 好啦 反正就趕快升一升吧 哎呦 我剛才以為我要 我要閃退了 哎 每天都這樣膽戰心驚 哎呀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覺得有點惆悵 就是 這個遊戲都已經多少年了 這種老毛病永遠不會改 難道 他們這公司要把這種閃退機制做成 閃退系統做成他們的口碑嗎 我們的遊戲 就算更新多少年 都絕對有機率閃退 這是我們遊戲的核心與宗旨 我們希望帶給玩家 打到一半閃退的憤怒 我懂了 終於知道為什麼 他們過了這麼多年都不修了 瞬間了解明瞭 好前衛 好前瞻的一個 核心理念 okok可以的 來看一下 這個藍色還蠻好看的 哎不錯哎 還蠻好看的 啊對了 等我一下我去把我們那個蟋蟀搬出去好了 好 我們繼續哦 來直接第三階段 哦 越來越深藍了 怎麼突然有點像魔物獵人裡面的那一隻啊 你們知道我在講哪一隻嗎 我已經忘記他的名字了 有一點點像 不過我真的是還蠻喜歡藍色的啊 這個藍色的我可以接受 第四階的話呢 翡翠藍嗎 還是藍藍嚕 藍藍嚕 哦 藍色 藍色 哎 更藍的 哦 沒有 他的背上已經開始長尖刺 然後顏色有一點開始偏 偏那個是怎麼念 那是念青色嗎 打管他的 馬上四階 這個背刺應該會再拉長 哎呦 他原本是圓的頭罐直接變成尖的 然後前面再多一根 好笑啊 這個四階還蠻特別的啊 哎呀 而且這一隻啊 因為他是跟那個什麼 第七二混種嗎 他的尾巴有那個尾棋 他可以在水裡游泳吧 對啊 他在水裡 的游泳速度應該會比一般迅猛龍還要快速吧 我覺得啦 他都有那個特徵在了 哎呀 兩漆加上陸地迅猛龍 哦 感覺蠻強的有沒有 哦 四階 啊呢 我還是比較喜歡他原本的 呃 這一個吧 真的 這個比較好看 然後面顏色開始走鐘了 對啊 那個腳跟 那個腳跟腿是怎麼回事啊 去刺青是不是 我那顏色怎麼變紫色啊 這個 顏色好不搭哦 對啊 你好歹 你好歹你的那個腿跟腳的顏色 可不可以跟你身上身體的那個顏色做一個 漸層搭配啊 哎呀 真的 這腿跟腳感覺就好像是硬要呢 你不覺得這很硬要的感覺嗎 呵呵呵 對啊 算了 這個搭 這個 怎麼講 我們那個什麼 這個遊戲公司團隊呢 的想法我永遠摸不透啊 好不好 好啦 反正呢 我們第七貫龍呢 四十幾哦 血量2052 呃 2502 攻擊力956 啊 點他一下 他 你 很爽 他很爽這樣 揍他 啊 哦哦哦哦哦 海狗是不是 其實那聲音聽久 其實蠻像海豹的聲音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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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哦哦 啊本人這樣子 來看一下這一次活動有什麼 哎班農班農我應該不會打的 哎我記得之前那個好像真的有解鎖過啊 想打班農就這一次的巨獸之戰我就放棄了 很懶啊哎有切齒龍哎 切齒龍我我好像也也有解鎖吧啊算了 反正來我就打哎這個這個哎這是巨獸嗎不是 這應該是 錦標賽今天動力不是 這個應該是來就直接打了吧這個的話我覺得不用不用不用巨獸之戰這樣子打28場的話我是可以直接打啊 哎加減解鎖他 哎怎麼是來這個啊哎 沒有可以發揮嗎這邊有7000DNA 看來是沒有辦法了 啊我我可愛的家伙沒辦法出來好像可以哦 哎他給來跟後鼻龍打一下 來跟後鼻龍尻尻尻 好就這麼決定了 我們把那一隻哎主角拿出來 試試看吧 啊這個就 稍微被動存一下點數哦 我看這個體型實在是差太多了 好猛 在他面前我就是一隻巨獸 為什麼兩點可以這麼痛 嘿嘿嘿 好吧先把你放倒 那我再存點數 呀 好了來了這一隻 啊攻擊比較低的血王龍 我的血王龍差一隻啊 一直弄不到啊就覺得很煩啊 我們的血王龍 完全沒辦法 被他個擋了 你隔擋批 呵呵呵 是在隔批啊 二 一樣好四點下去 在隔啊 回家吃自己吧你 耶 好 來了 就是你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地吸貫龍必殺機 啊我覺得應該也是 跟迅猛龍一樣啊 來個鋪擊這樣子 耶 7點 炸 有沒有一模一樣呢 完全沒有給你在 在遮遮掩掩 哎我他他媽 那就是顯示說哦我就是操 我就是 原封不動 怎麼樣的那種感覺 他這個完全沒有想要改的意思啊 哎呀 只有最近的蝎王暴龍稍微不一樣啊 哎就是只有他比較特別啊 啊 難道 然後就只能這樣嗎 算了 好啦 我覺得今天超過先到這裡哦 這是我們的地吸貫龍 希望大家會喜歡 啊 不過我個人是不喜歡這一隻啊 啊你們喜歡的話呢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啊 不喜歡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哦又或者是說你們有什麼其他意見歡迎哦 然後 呃 也可以跟我講說你希望呢下一次混種出什麼 哦那盡量是講我沒有出過 以及就是我現在能出的好不好 好不好 就先這樣啦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一集呢 侏羅技世界遊戲 再見啦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